美国总统拜登3月28日公布了5.8万亿美元的预算要求 其中强调削凑赤字 增加对警察和退伍军人的拨款 并在协商新的社会支出计划方面提供灵活性 此外 拜登还宣布将对美国最富有及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 征收总收入20%的所得税 其中包含股票和债券等流动资产价值的未实现收益 这些资产可以累积多年 只有在出售时才征税 作为2023财年5.8万亿美元预算计划的一部分 白宫表示 2023财年预算将通过对亿万富翁增税和其他改革来支付 只在未来十年内将赤字减少超过1万亿美元 3月28日 美国地方法院加州中区分院的法官大卫卡特表示 前总统特朗普和其法律顾问约翰·伊斯曼 很可能因为试图阻止2021年1月6日的选举人团计票仪式 触犯多项联邦罪行 卡特在一份长达44页的法庭裁决书中写道 特朗普和伊斯曼计划的非法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他们的计划奏效那么会永久性的结束权力的和平交接 破坏美国的民主和宪法 如果美国不致力于调查和追究责任 法院担心1月6日的近况将重演 据报道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在传票中要求伊斯曼递交一部分和调查相关的文件 卡特裁定传票中要求的其中10份文件享有特权应予以扣留 但伊斯曼应该将其他101份文件交给特别调查委员会 据KTLA53月27日报道 洛杉矶警察局26日在洛杉矶地区举行了枪支回购活动 警察局对市面上幽灵枪的增加越来越关注 此次活动分别在5个地点举行 警方发放了价值100到200美元的礼品卡 作为上交幽灵枪或任何不需要的枪支的交换条件 警方表示幽灵枪可以由无证的买家用多个零件组装而成 由于没有序列号几乎无法追踪 洛杉矶警察局的鲁道夫·洛佩兹指出 从4月1日开始持有幽灵枪将是一项轻罪 持枪者将面临监禁和经济处罚 据华尔街日报3月28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加州、佛罗里达州、阿肯色州 与新墨西哥州等州的沃尔玛商店将不再销售相淹 此前该公司领导层就烟草产品的销售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争论 据悉沃尔玛已推出一种设计 在商店门口附近设置更多自助收银机 以及随手可得的食物或糖果 取代万宝路、纽波特和其他烟草产品 萨尔瓦多3月27日开始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以应对社会治安恶化 具体措施包括限制结社及集会活动 延长行政、居留期限等 宗教、体育赛事、商业及教学活动等正常进行 政府将适时宣布遏制犯罪升级的新措施 萨尔瓦多近期设帮派暴力等社会治安案件激增 据警方公布的数据 萨尔瓦多26日有62人在帮派暴力中遭杀害 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 在3月28日下午的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第9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失事航班上两部黑匣子的相关一码工作正在进行 但仅依靠黑匣子数据往往不足以推进相关工作 正在寻找更多的证据 一旦取得重大进展将及时公布 截至目前,132名遇难者的DNA比对工作已完成 遗骸遗物移交方案和分类移交标准正在逐步完善 对核心区和周边重点区域进行反复搜索 找到飞机残骸和碎片36001件 并通过走访寻找目击证人 在事发地以北8公里左右找到新的事故有关视频 目前,事故现场核心区挖掘遇难者遗骸收集 飞机残骸清理工作正按照科学严谨的工作 原则有需开展 此外,东航公司已正式启动理赔工作 将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尊重家属合理诉求 与家属具体沟通方案细节 制定理赔方案 确定统一的赔付标准